勇敢的马赛人狩猎狮子 现在马赛人呢 有了自己的村庄 自己的学校 还有了自己的小汽车 小日子过得真不错啊 他是世界上最原始的部落民族 至今呢 还保留着大刀长矛弓箭狩猎的方式 而且有了自己的庄稼 这房子盖的也不错 小日子越过越好 狮子经常会闯进村庄 袭击他们的家畜 所以说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拿起武器赶走狮子 喜欢穿红色的袍子 因为可以带给他们吉祥 这狮子绝对是草原之王 现在在狩猎水牛 这个民族善于奔跑啊 个个都是狩猎高手 看看这飞枪 擅长于潜伏啊 发现了狮子的途径 马赛人的年轻人 成年里就是狩猎一头狮子 证明你已经长大成人 所以说狮子啊 非常的怕马赛人 狮子王出现了 他们准备从狮子口中啊 抢走食物 这个水牛已经落单 现在想走是不太容易了 这成年大水牛一吨多重 也很难狩猎 看看这非洲的轮胎鞋 真的很扛干呢 必须合作才能拿下水牛 这边的马赛竹啊 也加快了脚步 他们准备猎杀狮子 营救水牛 水牛啊 一旦倒下就很难站起来 看看这狮子的咬合力啊 真的很强大 小伙子来个飞箱 非常到位啊 看这样狮子啊 真的是怕满萨叶人呢 闻到气味 马上就放弃了食物啊 准备逃跑 没有办法 花豹狩猎狩 站得高望得远呢 这花豹擅长一帕树 在树上等待猎物的出现 现在发现了大黄狗啊 赶紧下水下来了 这大黄狗啊 碎的正香 花豹潜伏能力啊 非常强 就连狗啊 都听不到他的动静 你是说他有多么强大 这危险马上就要降临 来个突然袭击啊 直接吓坏了 尾巴啊 直接夹上了啊 这花豹一招致敌啊 直接咬住了脖子 做猴了 这大黄狗还腰尾巴呢 一看是真的怕了啊 现在主人呢 准备狩猎花豹 为大黄狗报仇 这个花豹啊 相当凶猛 擅长于爬树 很难对付 干不过呢 就上树 这个马赛人带着他们的猎犬 准备拿下花豹啊 这弓箭的箭头上啊 都有毒液 这个猎犬呢 狩猎绝对是高手 经过训练 可以帮猎人那 拿下猎物 现在花豹想走啊 是不可能了 已经被团团包围 直接干费了 这一口一口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 非洲野犬和猎狗之间的战争啊 一个是草原二哥 一个是草原三哥 看看他们两个之间的厮杀 今天呢 三哥的数量有点多呀 所以说占了上风啊 他们一旦遇到落单的猎狗 绝对是痛下杀手 看看 咬住了鼻子 他们的咬合力啊 超过了狮子 可以磨碎动物的骨头牙齿 今天这个猎老二啊 可遭了罪了啊 根本就不敢坐下来 都是草原上的钢枪科主任 铲成鱼掏钢啊 专门攻击臀部 这个猎老二只能下水了 一旦上岸呢 就死定了 今天呢 三哥终于报仇成功啊 疯狂的野生动物 攻击人类 攻击汽车 猴子啊 轻松的拿走了龙骨杖 也不知道他要干啥 鸟类动机小朋友 看他吓了他 这是一个花豹啊 闯进了春庄 擅长一条树 结果遭到了家犬的围攻 老虎 丛林之王 游客啊 近距离的接触老虎 胆子真不小啊 看看老虎的咬合力 直接把这个保险杠拆开了 这一层的皮毛啊 真的漂亮 花豹啊 就是铺铲呢 直接干到车里 现在游客的胆子 我们看是最大的 这是猎豹啊 准备上车 野牛 把汽车啊 干翻 轮台直接干爆 这个攻击性啊 非常强 一吨多重 爆皮片 雄性大野牛 尾箱干漏了 这新车啊 又得好几千块 石头王啊 直接上车 一巴掌把玻璃都排碎的 所以说游客们呢 一定要小心 勇敢的山羊 这小伙子被干懵了 车子都不要了啊 再看看大象 动物界里面摧毁能力 排行第一 5到8吨重 绝对是重量级的选手啊 鼻子呢 可以卷起一吨重的东西 这大象啊 绝对是无敌了 这石头王把备胎啊 都给咬爆了 这咬合力啊 都是超强 犀牛 这犀牛啊 攻击性也很强